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台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曾伟 记得这个蔡老师 我本身在教育家里的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我都会讲不可以打架 为什么 因为你打架的话 打赢了你就准备去法院 那打输的话你就要去医院 结果在近期我有解释不了的状况出现 因为我们的立法院 礼拜四打到今天都还在打 各位 我突然间哑口无言 我不晓得要怎么样教育我的下一代 各位 你有没有想到要怎么解释 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 可能政治不是蔡老师的专长 我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那么多能打的 全部通通都在立法院 对不对 没有在法院跟医院 也荒腔走掉 那蔡老师专长的在哪里 在股市 各位对不对 所以先接受蔡老师的祝福 来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来 各位看看这个图 这是一个龙 然后它的尾巴 这是一只老虎 它准备要吃这个尾巴 或者玩这个尾巴 但是它不晓得墙后面是一尾神龙 你永远不知道跟你玩的是谁 股市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今天要去买 明天会涨 或者大涨 涨停版的个股 各位对不对 而不是今天涨停的个股 我这样讲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蔡老师的节目是验证性的 我不像其他同学都跟你拿 今天涨停的个股在讲 你也搞不清楚 他之前讲什么 各位是不是 蔡老师的节目 已经运作了快要满六年了 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系统性的 不像人家一天到晚 都在那边洗你的脑 更不像政治人物一天到晚都打架 各位对不对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股市里面有很多东西 你都不知道人家怎么玩你 你永远不知道跟你玩的是谁 你以为你是老虎一方之霸 森林的一个什么之王 结果这一个龙准备要吃掉你 你知道吗 你还想吃他的尾巴 恐怖恐怖 新政府上台昨天换了所有的一个 情志的主管 包括警政署 后面会换什么不知道 不过我看到金融股今天叠成这样 我在想说会不会换关股 行库的董事长 不知道 但是我们是平凡人 看戏就好 记得吃爆米花 各位对不对 那股市不能看戏 股市要拿专业来 昨天520蔡老师送给大家什么礼物 你不用去台南赴国宴 但是你可以吃到比国宴更甜美的果实 因为昨天蔡老师有产业选股 产业介绍 昨天是不是520 对不对 2024年我们的赖总统就职 对不对 也感谢小英总统 对不对 不管你喜不喜欢 对不对 反正都是带领国家前进的元首 昨天5月20号晚上6点57分 对不对 是吧 蔡老师跟你讲 一样在57来我跟你讲华东 东西南北的东 对不对 中低价记忆体封测 华泰 华东 南茂跟福茂科 各位有没有 是不是 昨天的一个华东 跌了0.05 是不是 收在18.45 我跟你讲全部的东西 是华新立华 包括他第一季的记忆报 为什么我很看好 而且拉回来第三天 是吧 今天的华东 东西南北的东 涨停板 回到一开场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今天要去卖 明天会涨 大涨 涨停板的股票 各位对不对 今天要去卖 明天会跌 大跌 跌停板的股票 你做到了吗 我问你 你做到了吗 华东 我不跟你讲小股票 华新集团的股票 哪有小股票 涨停板 但是价位很可口 昨天18块今天涨停板20块 有没有 好 还有什么 上礼拜四 蔡老师产业介绍 每天晚上1到4而已 礼拜五有时候蔡老师要应酬 有时候要陪家人吃饭 各位对不对 我没办法 所以说我只有1到4 5月16号是不是礼拜四 晚上6点57分 对吧 强固形电脑 龙城电神机轮飞冒讯 有没有 来 神机礼拜四叠一块105.5 我那时候跟你讲的重点 你只要记得这样就好 今年预估要年增7到12% 看法不变 下半年营收会优于上半年 隔天5月17神机要法说会 我5月16跟你讲 各位这样是不是即时验证 对吧 礼拜六是5月18号 就写出5月17号神机下午的法说会 来看一下 公司派讲的 谢谢 谢谢摄影师 你看这就够专业了 重点没干 各位 我们要看门道不是看热闹 有没有 7到12% 是不是 今天蔡老师换新西装 意大利的 之前都穿英国的白年品牌 因为天气慢慢的变热 夏天就是 因为现在也雨来了 一阵雨一阵暖 各位你知道吗 就越来越热 好不好 就换个新西装 也带给大家新的感受 神机 昨天 最高涨110收盘 107.5 对不对 然后又很多人就讲不好 为什么要讲不好呢 各位 我就说这个00940要踢除他 感谢00940 00940都做不出好事 我这一次我也看虽他 他踢出的都会大涨 你仔细看 从来没有让股民真正窝心的 这一次00940真的得罪了100多万股民 昨天的投信又卖了4400多张 被谁拿走了 有心人士 来 什么叫有心人士 我刚刚一开始已经问你了 你知道跟你玩的是谁吗 龙虎斗吗 属龙跟属虎的龙虎会吗 我不告诉你 我还一清二楚 外资买了加进7000张 投信你卖4000多张 你就是当老二当什么 当小弟 是不是 这昨天的一个筹码站 今天大盘最低跌的时候 跌最深140点 今天的神机给你拉涨停 你告诉我 蔡老师是魔术师吗 我都跟你讲在前面 上礼拜四晚上给你做产业介绍神机 昨天晚上给你介绍8110的一个滑东 有没有 这两档个股今天都给你拉到涨停板 你告诉各位 蔡老师的节目不是 这一两天你才看到了 已经快满六年了 7月31号就满六年了 今年还是蔡老师公司成立满20周年 年底再送给大家大礼物 所以我问各位 你到底有没有认真懂产业的朋友 或者是你跟的老师是一天到晚 在那边给你吹嘘吹牛的 根本也不懂产业是不是 每天都在讲涨停板的股票 一年大概三四百支 不止有的一千支 然后涨停板二三十次 一天到晚在画圈 他应该走错行了吧 他应该去当工程师才对 因为他很会画圈 中间再加一个加 是不是 对你有帮助吗 所以各位 投资是不是就是认知的变现 对吧 我看到立法院 我还发自内心 我觉得政治就是斗争的过程 很感慨 你怎么教育下一代 爱练武是吧 练武奇才才去当立法委员 台中又出现什么捷运刺人的事件 你看这社会怎么会安宁 来各位 来 昨天大盘 注意看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的赖总统 在总统府面前演讲 大盘从涨40点变成跌156点 有没有要待命护盘 不然这谁拉的 你会去拉吗 没有人会拉 当然是官股去拉护盘 合情合理 你掌控的国家机器 本来就是要做做面子 不然难看 你看昨天如果没有涨13点的话 变成跌200点 哪个总统不爱面子 蔡老师也爱面子 你也爱面子 全世界人都爱面子 难看 所以这样拉上来 是不是 那是不是合情合理 当然也合情合理 不然你当总统 大家还是会拉给你高兴 各位是不是 但是已经下来了 21102 是不是 对 业内 业内还是有人开始在跑单了 获利了结 对不对 上市卖了7.98亿 上柜也 有一点心不甘情不愿 所以你看金融股今天都跌了 有看到吗 是不是 对 借券就不用说了 已经超过1300万张 1360万张的一个借券 所以你看今天早上 美国股市涨涨跌跌 还创新高的就科技股跟费半 那科技股跟费半哪边强 你看科技股 16823块要挑战17000 费半收盘也是波段新高 519 它的历史新高是3月8号的5217 差不到100点就创新高了 为什么他们这么强 因为礼拜三有重头大戏 叫辉达 辉达的财报跟财测 听说会非常非常好 我是期待它很好 我们怎么会去扯它后腿 我又不是学技术面的 技术面才会让你赔光光 才会去放空放空 有没有 是不是技术面都很假 做股票就是一档个股 赚到宝或者赚到一半 其他人家赚 你再去布局下一档不就好了 每个人做股票都这样 巴菲特也这样 巴菲特有在放空美股的吗 就唯独技术面一天到晚 就只有一两个本事而已 就以为他什么都知道底部 什么都知道高点 股票是人为的市场 那些是假象还不清楚吗 叫做见像非像极见如来 各位是不是 去读一下金刚经就知道 所以你看辉达 今天早上947 他的历史高点974是3月8号 但是他的实体反压收盘价 最高是950 不到3点就越过了 在3月25号这一根950 所以今天早上收在947 如果今天晚上能够冲过950的话 代表他这个974就避过 就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至于很多的一个投行都把它调到什么 1150块美元1250块 那听听就好 那没一遍准的 那都在骗你最高杀低的 我是这么看 希望能够给你最健全 最健康最专业的建议 所以你看台湾股市今天涨35点 然后又变成跌140点 也跟昨天我们赖总统演讲差不多 从涨40点变成跌156点 然后又开始互盘 那尾盘今天 今天各位今天跌了34点 没有翻红 因为今天521也没什么重点 昨天比较重要 所以昨天翻红涨13点 是不是 所以各位其实故事这样发展才精彩 总不可能每天涨 互盘这样每天再互 这样有什么意义 好不好 所以说股票我们是有买有卖的 如果盘回下来太棒了 之前强势的个股 我们获利完之后 可以让我们再赚第二波 或者再赚第三波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如果盘跌下来 非常高兴 各位你又可以再赚一次钱了 我们祝福台湾跟你我越来越好 也祝福立法院不要打架了 因为下一代 会扭曲价值观 好不好 那医院跟法院大家就不去了 大家以后都报名当立法委员 都去立法院 各位是不是 台积电 来各位 来 今天也是强力控盘 接棒 礼拜四下午 有法说会论坛 台积电的论坛 礼拜三 美国时间礼拜三 是挥打了财报财测 会影响到礼拜四台股的盘 如果台股的盘好的话 下午在台积电接棒 那这样的话各位 礼拜五的盘也是正向看待 所以说今天虽然跌34点 也不用太过于担忧 说这个盘怎么要跌不跌的这样 找好股票来买吧 各位不要再去猜了 做无意义的事情 浪费你的生命 各位 日月光头控今天近期新高 各位 COWAS大缺ADR它大涨了3%多 我跟你讲的AI跟辉达 肩并肩的是技嘉 这优先取货权 今天来到333也是近期新高 你看到广达跟 伟创都没什么在去 对不对 AI今年军备赛五大科技 巨头会撒一兆美元 这样就突然了 所以各位这有什么好烦恼的呢 穷山恶水出刁民认同吧 那附近跟险界反而会出现标股 你不是爱标股吗 今天的滑东 今天的神机拉涨停 那管这个大盘跌140点干嘛 所以各位 蔡老师的节目持续坚守岗位 当你最值得信赖的散户守护者 还没加入赖生活圈的 拿起手机赶快告诉亲朋好友 屏风大中华值得你信赖 我说过 当你拥有蔡老师最好的讯息 你将从此不会再三心二意 你也不会再看其他同业的节目 你更不会再去买什么ETF 不舒服嘛 各位是不是 买的不会涨 然后卖的涨停板 我说神机 那不是00940干出来的事吗 所以各位战胜恐惧的秘诀 只有一招就是枪在手 赶快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先交还给 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告 回来继续请教邦盛老师 欢迎回到颜新邦再把时间交给 邦盛老师 好的 这个打架打输了送医院 打云了进法院 那会打的全部集中在这个立法院 所以说我们不要看到这些错误的教材 扭曲我们原先正确的一个价值观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培育下一代 所以这种立法院的新闻 赶快把它跳过去 来 看蔡老师的节目准没错 来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一个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台股多空无常事 产业悬股见真章 森达科不是最棒的吗 不管赖总统有没有讲低轨卫星 森达科就是我一直跟你讲的 低轨卫星 卫星产业里面最大的受益者 我不是在这边跟你吹牛 今天的新闻就这样 他有讲说信赖产业吗 有没有 这今天的工商 今天涨停多少 250 历史新高 所以有250 蔡老师讲的时候多少 167 什么时候讲的 感谢你关心我 4月11号 167 今天多少 250块 是不是 那我今天我有发现到 有双题材 因为低轨卫星是一个题材 低轨卫星蔡老师就跟你讲的 亚华从20块今天涨到40块 森达科160今天涨到250 那还有什么 CCL的什么 台药 而且台药又结合礼拜三 挥达有没有 挥达也是一个AI的题材 所以双题材 台药目前 如果投信加外资要联手做第二季的季底作账 你都可以留意 好不好 因为他营收都上来了 我就是在研究产业的老师 就像我跟你讲金居 今天创波段新高 74块7 蔡老师上礼拜二 讲的时候64块 今天74块 是不是历历在目 有没有 我跟你讲什么 德律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德律 152 历史新高 我讲的时候才66 太没100块 几倍你自己去算 这个没时间讲 秦凯4760 136 我讲的时候92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这个真的是标股竹帆不及被宰 异光也一样 今天收盘也是波段新高 讲的时候58都70块了 各位是不是 包括什么 包括像所谓的一个万泰科 今天40块4 蔡老师讲的时候35块 是不是 还有什么 还有你看银广 银广今天又涨停板100块 第一季的一个营收 之前来到114.5 蔡老师那时候讲82.2 涨到114.5 这一波又风云再起 所以我问各位 你是不是不喜欢股票跌下来 事实上股票涨跟跌 自有它的一个定数 所以你要的是 找到好股票主 没错 真的是这样 所以蔡老师的节目 为什么造福那么多 股市投资大众 我的节目为什么能够在这边 快要满六年了 你看台湾股市创历史新高 不就是也为蔡老师的一言心 帮这个节目喝彩吗 不管有哪个老师 有这么大的福气 还没加入赖生活圈的 赶快加入好不好 我说过 你永远不知道跟你玩的是谁 所以要如何战胜恐惧 赶快跟蔡老师在一起 好不好 蔡老师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因为过了这个春 就没有这个店了 好不好 把这个节目剩下时间 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传所推介分析的 各比有加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请供参考 后终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四副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